同學,今天要介紹的是消化作用 為什麼要消化呢?為什麼吃東西還要消化? 因為你要吃東西 因為你要便便 因為吃東西是為了拉便便嗎? 這不是重點 為了獲取其中的營養 對,為了能量和營養,對不對? 那問題是,那些東西又弄得巨大的 我們細胞是這麼小小小,那怎麼辦呢? 要這樣把它消化 我們就把它弄得小小小,就是消化 所以這個呢,把大分子變成小分子的過程 就叫做消化 那請問大分子變小分子叫做什麼作用? 大變小叫做分解作用 分解作用,對不對?分解作用 它也是代謝一種,所以很明顯的 消化作用就是代謝的一種現象 那分解作用呢,應該不叫做消化作用,對不對? 那我們要把東西變成小分子 需要一個工具來幫我們 叫做消化作用 你們還記得 消化作用 所以我們身體會有很多很多的消化 這個之後你就要慢慢學 什麼消化可以做什麼事 那第一個,我們吃的最多的主食叫做什麼? 澱粉類,對不對? 你吃的 你吃的飯 你吃的麵條 還有呢,麵包 還有什麼?地瓜 還有沒有東西? 澱粉它什麼? 就是麵條、麵粉、地瓜、饅頭啊,對不對? 飯 這些都叫做澱粉類,對不對? 那澱粉就是一種超級巨大的分子 它呢,不能給細胞直接吃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成小小小的分子 那變成小小小的分子叫什麼名字呢? 葡萄糖 葡萄糖,對不對?葡萄糖 葡萄糖,各位還記得它的味道嗎? 還是忘記了,要再吃一次 好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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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還有剩 好,葡萄糖呢,它是小分子 小分子呢,它就可以支 欸,它...但不过它一進入細胞還是要進入什麼 你還記得 那個 這個...膜上面的種特殊的,你跟我知道叫什麼? 叫... 叫做... 叫做... 叫做...西胞膜上面的種特殊的 叫做... 蛋白質通道 蛋白質 可以運輸的 可以嗎? 所以它才能進到細胞裡面去 好,那麼呢 今天要重點是要學哪些酵素可以幫忙分解 在我們身體有三種東西可以分解它 你可以先進 第一個是你的口水可以分解 口水叫做破驗,對不對? 很專業的說它叫做破驗 好 那其實呢,胃會不會分解呢? 可以 不行,胃不行 好,再來是小腸 小腸叫做... 腸葉 你的小腸等一下會介紹腸葉可以分解 第三個還有一張移葉,移葬 移葉 你先記起來,移葉 自己的那個阿姨的當詞 是破驗,長驗,移葉 這叫做破移場 都可以分解 這三個東西可以分解澱粉 產生什麼? 塑膠糖 他們其實是鼻子附加合作 有人是把大分子線變成比較小片段 叫做破驗 那破驗變成比較小片段之後 再交給長驗跟移葉 再把它分解得更小 對,每個人負責菜一樣 但是基本上就是破驗 嘴巴的破驗 腸葉 在你腸子 小腸 還有移葉 分解這些東西 好,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小腸在哪裡 移臟在哪裡 可以嗎? 第二個 吃的主要的食物,第二類是什麼呢? 肉 肉的成分是什麼呢? 蛋白質 蛋白質就是肉 或是雞蛋 這些東西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對你的身體的生長很重要 所以那個如果猛男啊 要練肌肉 就是要吃蛋白質 吃雞蛋 就要多吃一點 那你們要長高 你們要長得更 呃 強壯 也要吃蛋白質 因為它跟肌肉的生長很相同 好 所以你們現在 正在發育就要吃一點蛋白質 多一點蛋白質 好 變高要蓋子 要運動 要刺激一點骨骼才會生長 睡覺也需要 對沒錯 睡覺也很重要 就是運動、飲食、睡覺三個 那老師我現在可以開始長高嗎? 開始長高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什麼長高 所以你要先要上什麼課 我現在要怎麼練 那不叫 有點跳太遠了 還要仰摩起座 你可以把腳太高這樣 好 蛋白質是有什麼方性呢? 蛋白質哪些地方可以小滑呢? 第一個就是你吃到這邊 最重要的器官的 胃 胃 胃葉 還有也是一樣 腸葉 移葉 好 所以它是由胃腸移 胃移腸 可以分解 蛋白質 那剛剛的小滑子叫什麼名字呢? 胃什麼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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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不出來 胃雞酸對不對 胃雞酸 這樣的東西成分不太一樣 是不同的東西 胃雞酸 胃雞酸就是我就是說 你喝那個雞湯 有沒有 那種無法形容的甜味 那種就是雞湯 就是胃雞酸的味道 雞湯的味道就是胃雞酸 可以嗎? 好 好 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你吃的油 對不對 油 脂質 脂質 脂質就是 什麼奶油啊 豬油啊 以前古代人用豬油去拌拌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到古代 欸脂質啊 誰是脂油 脂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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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質呢 它超級無敵難分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什麼奶 因為它有油 因為它是油 因為油跟水會怎麼樣 分開對不對 分開 你如果油到水裡面它會怎麼樣 浮起來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身體的酵素 因為酵素通常都融在水裡面 所以酵素很難去抓到它 你知道嗎? 因為抓不到 因為它就是飄上去 所以呢 身體需要另外東西來幫忙它分解 所以我們有另外一個很特殊的 脂液 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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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 膽 膽 聽起來 好像是一種飲料 是不是吐到沒有東西 吐就會吐 膽汁齁 膽汁齁 膽汁不是很好吃嗎 欸 沒有啊不補 那超級難吃啊 膽汁呢是一種很像肥皂的一種 清粉 我自己吃過啊 對 它可以把那個 油脂的乳化 乳化就是把它變成很像牛奶的形狀 老師你喝自己的還特別 沒有 我是從它化學成分去規斷 但是 因為它是減性的 它是跟肥皂很像 所以吃本身就好嗎 所以我自己吃肥皂 肥皂不能吃啦 只是跟你說它的成分 跟肥皂很像 所以你拿膽汁去洗手是可以洗的 好像古代就是那個 古埃及啊 那真的你會 那種膽 可以洗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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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臭的啦 因為它是可以乳化的 我之後再介紹什麼叫乳化 然後呢 還有一種酵素可以分解它 是用一種酵素可以分解它 就是誰呢 遺液對不對 是用遺液有辦法 遺障可以分解它 遺障很厲害喔 遺障很厲害喔 遺障 這邊有什麼事情找遺障對不對 你知道嗎 好 那麼呢 脂質被分解之後呢 會形成兩個東西喔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甘油 一個甘油 加三個什麼 三個脂肪酸 所以呢 只有一個名稱叫做三酸 三酸甘油脂 有沒有聽過 三酸甘油脂 有啊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就是你的脂肪 好 所以醫生如果說你太胖 他不會直接想太胖 他說 小姐你的三酸甘油脂 有點偏高 其實他其實想說 你是不是太胖了 只是他用學術的方式 告訴我 你很胖 好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你要對一個同學 說他很胖 你要說 你的三酸甘油脂 有點過高 老師不要教這個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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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所以這就是關於 大分子 澱粉 這些大分子 無法吸入細胞 必須要先透過分解 才能夠進到你的身體 所以這就是關於消化作用 先放棄一下